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国庆节拍摄的三场婚礼 应该是婚礼跟拍吧 以及我对婚礼的一些看法 还有分享一些干货给大家 这三场婚礼呢 其实都是我朋友他放了他的老板的鸽子 他把我推荐给他的老板 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没有拍过婚礼跟拍嘛 然后老板给我安排的是第一场是摄像 然后让我跟那个摄影学习一下 其实这个行为呢 严格意义上来说 对不对 有点不负责任 让一个新人去拍摄人家的第一次的婚礼 那你他妈还去 但是呢 如果我不去可能就会有比我更差的人去 对不对 所以说我还是决定接下了这个 这三场婚礼 当我接到老板给我的器材呢 因为我是没有器材的吧 老板给我器材 我呆住了 就居然是5D2 然后加24105 嗯 怎么说呢 还给了我个三脚架嘛 让我在向山拍摄他们的婚礼的那个摄像 嗯 2号那天呢 由于拿错了三脚架 所以说我那天是全程手持 当然我也被伴娘怀疑过 这个到底会会不会稳啊 什么的 而且给我的CF卡呢 也就是16句 16句 我记得录到晚上婚礼仪式的时候 就已经满了 所以我就是 夹忙边拍边删 其实是非常的 不过我还算是记录到一些比较重要的环节吧 我都过了近的 一起警报 一起警报 我记录他没带到 蛤 这一场的那个摄影的那个小哥哥呢 他跟我是童年的嘛 都是98年的 然后 呃 其实他还是蛮难的 因为他被伴娘dance了半天 然后 伴娘一直在dance他 就是你哎 你这个是怎么是24105啊 你这个相机是什么呀 什么什么的 反正 我那个小哥哥也是 嗯 比较就是 不不怎么会说话嘛 就是反正也是 一直被说 然后 没有反抗 然后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 一些新人拍跟拍会比较担心的问题 就是怕 自己的就是 被人家就是怀疑能力啊 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 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 那么 在象山的这场拍摄呢 是有外景的 在象山的海边 但是由于我是5D2嘛 没有监视器的情况下 在那个大太阳的话 还是很难就是看清楚屏幕的 但是 由于我有火眼积极嘛 所以还是对上了焦 然后 那个曝光也是非常正常的 好 第二场呢 是4号 那 这个有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 因为我之前手腕有伤嘛 然后 贴了那个药膏 然后 我平时又喜欢趴着睡 就这样 在那是在床上 然后那天 那天差不多我晚上12点睡 睡到差不多4点 我醒来 非常难受 胸 传播戏来了 就感觉 应该是中毒了吧 然后 但是我还是吃完早饭 然后到新娘家的话 大概是8点钟 呃 我上了那个2楼到3楼中间的地方 刚好 那个时候 我 我觉得 一晚就来了 我就 直接吐了 吐了差不多有一分钟嘛 那是吐了很多 然后 吐完以后 就感觉很好很多 嗯 上面还有人在布置什么什么东西 反正 他们应该没有听到我 咱能吐 但是吐完以后 我就直接上去 我也没有什么打扫什么的 因为其实没有人发现我 过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就是要下楼的话 然后 就发现那堆排泄物 呃 就没了 也没有人发现 所以说呢 呃 我们再来说这个 这一次的这个情况吧 因为 这一次我呢 我就发现这个 新娘家他比较小 然后婚房呢 也没有整理 上面堆了 差不多10层被子吧 我也不是很理解 但是呢 你还是要表现的很专业 对不对 不能就是让别人 以为你是个新人 所以说呢 还是一顿咔咔咔 对不对 然后之后呢 我们去了这个外景 就是 哎在哪里 再是在 对 金华的那个 这家金华东洋 然后 其实婚离外景 还算比较好的 好掌控的一个环节 那么 整场下来呢 也没人搭理我 这场呢 我是照片为主 然后那个老板呢 就是他是设下 对 他带了一台大机子 其实婚礼最累的我感觉就是拍摄敬酒吧 因为一桌一桌拍下来就是很慢 而且也很难拍出好的照片 因为新 新人嘛 他们都是低着头的 对不对 大家都是低着头的 其实 而且到最后呢 大家状态都不再都会很累 表现呢 也难免会有 不会很微笑什么的 好 接下来是第三场呢 是10月6号 是一对四川和哨星的新人 那么这场呢 骑的比较晚嘛 因为 跟我是同一个城市的 新娘在和我同一个城市 7点出发 8点就到了那个新娘的酒店 前面两场都是200公里嘛 200公里就是要骑的比较早一点 那么和前两场相比呢 这一场呢 新娘是 还是挺漂亮的 也很好拍 在室内的话 和伴娘合照 还有一点就是 在室内和伴娘合照 这个环节呢 就是不要让他们 不要让他们一直摆什么什么动作 就是 可以让他们放松一下 然后 互相的互动 然后 让他们放开了开心一点 就是 再抓拍 这才是最自然的 最好看的 当然 你知道动作也是很重要的嘛 就是显得让你会专业一点 然后就是一系列 就是新娘啊 抱走新 新郎抱走新娘之间的 一系列环节的游戏 这个都是要靠抓拍的 这个呢 如果说 嗯 现场的话 伴娘和伴郎 他们就是玩得很好的话 你就不需要知道了 一般也都是不需要知道的 他们就是开开心的就玩 你开开心的 你就是 认真的抓拍就可以了 嗯 然后 一切都结束的话 你就是可以 补拍一些 清洁嘛 啊 补拍 几个镜头 撒撒花之类的 都可以 嗯 这场好像是没有外景吧 但是晚上拍了几十桌的敬酒 还是要拍的 你毕竟要 装个样子 对 别人请你来工作的 嗯 新郎也是非常的可惜 然后给了我们 一人一包烟嘛 然后我还拍了一些 新郎送新娘 亲戚的一些照片 因为 新娘她的那个亲戚都是 因为活性节嘛 坐大巴车 集体过来的 对 这个新郎的话 也是挺喜欢新娘的 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 这些画面的都是 全程两万六千高板 虽然画质很垃圾 也跟摄影可能没什么关系 但是 其实婚礼跟拍 最重要的就是记录吧 对 这些照片可能对他们的意义更大一点 可能比前面就是美美的 更大 有更大的意义 你能拍到肯定是很好 对吧 这些很平凡的照片呢 其实 也是 他们一看到 就能回忆起 嗯 当年啊 结婚的时候的 情景 和回忆 美好的回忆 啊 这就是三场的这个 一些小故事吧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 设备的问题吧 那第一场呢 我是摄像嘛 全程手持 5D2加上 24105 应该是二代 然后第二场和第三场呢 我都是5D3和2470一代 加上加了600闪光灯 那这个闪光灯呢 他一天 是 一千张 一千张闪下去 然后差不多就是四块 双路电视 没了 那这都是老板的器材 那我的器材前到时 因为 没钱 我出掉了 就想换个门什么的 对吧 然后 还有一点就是 还有一点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温馨这行 最重要的不是你拍的有多好 重要的是你要服务好 态度也好 对不对 新人开开心心就好 你照片 你肯定能拍到 新人能力 对不对 你也不需要全部给他 对 你可以筛选一下 但是呢 一定要守约 最好不要迟到 老板还给我 老板还跟我讲一下一些 有一些摄影师啊 还有些私仪啊 他们婚礼现场就是 后来好像是没到吧 这没到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他们就会被一些内部的群 给拉黑 他们在本地就 不能混了 没人会请他们 民生就是吃了臭料了嘛 对 我觉得你一定 因为婚礼嘛 你答应了别人 就一定要拿出一个态度 毕竟人家是 人家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嘛 虽然给你可能就是 几百块钱 对不对 那么三场呢 我也是抱着就是想 给人家拍出一颗美好的回忆的一些照片 三场呢 大概都是一千张 然后给新人的话 估计就三百张左右吧 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摄影和摄像 摄影摄像的话 它其实是要 有一种是记录 即时的风格 就是你直接录就好了 就是他们闹动房啊 就是玩游戏啊 那些录下也可以 第二种呢 是微电影的风格 MV的风格吧 当然你要主导的情况下呢 两个风格的素材 你都是可以同时拍下来 没有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就是想捡哪个 新人想要求哪个 你就是都可以给他 电池 我在想电池的话 摄影一天的可能就一块多一点 摄像的话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三四块的样子 单反的话 还有一点比较好笑的就是 我的那个老板拍也是结婚庆的嘛 当然他也会拍 然后 但是他每次都在白天 把快门打到两千 然后ISO看到一万两千吧 白天摄像拍视频的时候 这个这个参数 每次我 他叫我帮他拿一下 我就看到这个参数 我就呆住了 有的前辈跟我说 你干这个 饿不死 但是呢 这也介于 Obs和Libs之间吧 嗯 还是作为兼职 偶尔拍机场比较好 对 但是你要 就是把它当做一件 重要的事情 来对待 跟平时就是拍拍写真的 可能不一样 最后一点我想讲的是 这个 婚庆这个行业吧 他们这个婚庆从业人员 好像都挺亲切 对对 都挺能就是聊得来 但是他们可能就是 对呀 婚姻爱情看得很淡了已经 好像是 也许是看多了吧 可能你结束多了 你对那个婚姻爱情 还有这个婚姻啊 都不是那么期待的 对 所以我之前还设想过 如果我拍99对 新人的话 就是能祝福我以后自己也能有遇到那个 保佑我以后也有那个长长久久的婚姻 但是 呃 其实很难坚持你 有 就是说你一定要拍就是9场 啊 可能就是 会可能 是一条很长的路 好那就是本期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